白鹿已经见怪不怪了,他不怕你,他不怕人,人与自然和谐相处,他知道你不会杀害他,我们也知道要保护他。 离不开这里了,这里的空气又好,风景又好,阳光又充足。 每每提起来,我们的村民都是感觉太不可思议了,现在在自家门口一天能挣一两千。 近日,中心社记者跟随高质量发展调研型采访团,走进云南大理和昆明。 从尔海边到滇池畔,看云南从一湖之治到流域之治,将延值变产值。 近年来,云南把九大高原湖泊保护治理作为一项重要任务,扎实推进河湖掌制,打响了一场湖泊革命攻坚战, 加强综合治理、系统治理、源头治理,采取空源捷污、精准防控、生态增率等措施,持续修复湖滨生态。 如今,入尔海水质从四类提升至二、三类,滇池连续六年,全乎保持四类水质。 饮源是尔海的源头,尔海的水有63%以上是来自饮源,为了保护尔海,我们数住源头。 我们的生态实地建设,主要是通过退鱼塘,退房子,退人口,这几种方式来建设的。 在滇池岩,我们建设的6.29万亩的生态带,为我们生物多样性的恢复,奠定了基础。 我们的这个鸟类呢,已经从89种增加到了175种,植物物种呢,已经从232种增加到了303种,土著鱼类已经恢复到26种。 随着水质和人居环境的改善,农民致富增收迎来新的商机。 云南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,走出了一条生态美群众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子。 我已经住了20多年了,海菜花,收入变化真的太别难,以前的话说实话就是家里面的都比较难,从我们住址那个海菜花以后,那个每一年的收入,水利润都在20-30瓦左右,水利润。 那现在人居环境提升以后,大家都可以在自家的房钱屋后进行一个创业,节假日,有的村民他就是单天都能达到一个一两千了。 每每提起来,我们的村民都是感觉太不可思议了。 水清暗绿和畅景美,生态的持续改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云南旅游观光。 云南正在不断擦亮生态这张亮临名片,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。 我们通过产业的转型来发展我们的绿色低碳产业,减少碳排放,助推电池治理。 我们将利用滇池优美的生态环境,打造世界级旅游度假区和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, 打造赏花季、食俊季和瓜欧季等一系列的文旅活动和品牌, 把滇池治理的生态价值转换成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。